对于自己的五官,你感觉哪儿不是特别满意呢? 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鼻梁不是很挺拔,我觉得还有点小遗憾呢 不光你有这么遗憾,每个爱美的女孩都想拥有挺拔的高鼻梁呢 但并非人人都拥有挺拔的高鼻梁 如果不是靠整形的话,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是吗?那赶快跟我试试吧 好啊,其实一个好看的高鼻梁可以让你的妆容更加立体,突出你的五官 好看的高鼻梁属于不想拥有呢 但并非人人都拥有好看的鼻子 想要拥有挺拔的高鼻梁吗? 那么今天我就教给大家如何打造一个高鼻梁的化妆技巧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打造高鼻梁我们能用到的工具呢,是一个双修粉 如果你没有它呢,也可以用眼影粉来代替 如果你要选用眼影粉,你选用的咖啡色呢,不要偏的太过红 如果这个肉色没有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白色、银色 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出光的浅色来代替 因为亚洲人呢,这个部位,两枚中间的这个部位呢,是山根 山根呢,都比较扁平 所以说呢,我们要用这款浅的颜色,涂到这个位置上 涂的时候呢,一定要淡 画的呢,一定要直 然后呢,你可以渐渐的往鼻梁中部进行过渡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定呢,不要画到鼻头这个位置 如果你画到了鼻头,会显得你整个鼻子呢,都充满了油光 有没有感觉它的这个部位有一点点挺拔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打侧鼻油 打的位置呢,一定要从眉头的位置开始打 画一条浅浅的线 正常呢,这个鼻侧油 应该涂1厘米至1.5厘米 如果超过这个宽度呢,就会显得你的鼻梁过于的宽了 可以往眉头的方向,来进行淡淡的阴染 这样呢,会使你的眼睛也比较有立体感,比较深邃 而且画的呢,这个弧度呢,一定不要出现直角 这样呢,就会使你的鼻梁看上去很奇怪 如果感觉画的比较重了 可以用直缚 轻轻地按压,涂抹 这样呢,会使它更加自然 与之前涂的粉底呢,相融合 下面我们来画另一边 同样,从眉头 画一条细细的线 然后渐渐地进行过渡 这样两边都画好了 这两边一定要特别的堆称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画斜了 你的整个的鼻梁都会感觉很奇怪 而且呢,都是斜的 所以说画的一定要堆称哦 如果你的鼻头比较大 我们可以用深色的盐氧粉 或者是双胸粉 来涂到这个位置 淡淡地呢,向前前进行过渡 画的呢,不要太宽 如果画的太宽呢 就会使你的整个鼻头特别脏 我们要渐渐地向后边过渡 如果感觉你的鼻头特别小怎么办 我们要用浅颜色的双胸粉 或者是眼影粉 涂到这个位置上 因为浅色呢,给人一个扩张的感觉 深色呢,给人一个收缩的作用 所以说根据你鼻头的大小 来选用颜色 这样一个精致好看的鼻子就打造完成了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为了使你的鼻子看上去更加立体 我们呢,还可以涂一点淡淡的腮红 涂的位置呢,要在这个位置 渐渐地呢,向鼻梁处进行过渡 这样高鼻梁完美化妆术就完成了